首先是预备动作 两眼围避 双手手掌交叠于丹田的位置 放松心情调匀呼吸 两眼张开 左脚横跨一步 与肩同宽 双手握拳放在腰肌 吸气 双拳经过胸前往上推出 调整呼吸后 两手便掌交叠 身体略往后仰 吐气 上半身往下压 双掌向前向下画圈 手掌轻拍腰部肾脏的位置 然后手掌贴着身体 顺着腿后下行 到达脚踝 吸气 抬头 大拇指按压太息穴 吐气时全身放松 然后吸气 身体抬起 双手食指交叉相扣 掌心向上带到胸口 吐气 双手再缓缓下降到丹田的位置 然后重复刚刚的动作 吸气 双拳往上推 身体向后仰的动作 可以伸展到身体正面肌肉与筋脉 吐气 双掌向前向下画圈 一直到背后的极限 手掌轻拍腰部 然后手掌贴着身体 顺着腿后下行到脚踝 吸气 抬头 大拇指按压太息穴 吐气 头部自然下垂 吸气 身体抬起 食指相扣 掌心向上带到胸口 吐气 双手再放下到丹田的位置 做完左边的动作之后 重心右移 恢复为预备姿势 然后进行右边的动作 右脚横跨一步 两脚与肩同宽 右边动作要领与左边相同 现在让我们配合动画的说明 来了解在这个招式中 气是如何在身体里运行的 当双手握拳向上推的时候 想象气的能量 从横骨穴上行 并沿着腹部中线的两侧往上走 来到横隔膜的位置 在练习这个招式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配合情境的想象 来提升身体的能量 并且释放压力和负面情绪 在身体向下运动的时候 想象自己是山谷里的腹部 心情和意念 都跟着顺流而下的水花 放松和放下 让沉静的流水 洗涤身体与心灵的杂质和负担 并且享受源源不绝的幸福和能量 动作完成之后 进行收拾的动作 吸气 掌心朝上 双手由两侧向外向上拉起 然后吐气 掌心朝下 两手交叠于丹田 调匀呼吸 完成整个动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